今天是莫菲最后一天的机会了 可是她到现在都没有来上班 许凌 你是认真的吗 明轩 你要这么明目张胆地袒护她吗 我没有想要袒护任何人 我现在只问事情的结果 都这么多天过去了 我们挽回了什么 股东们众目所望的新款 到现在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我们自己内部还要纠结这件事情 到什么时候 明轩 我问你 如果这件事情真的跟莫菲有关 你打算怎么做 我现在手里有两份文件 一份是公司人事部的通知 设计师程阳 在任职期间 利用植物之变 盗取公司机密水色设计图 并转给对手公司 达成个人的不可告知的目的 现公司决定 对程阳进行开除处理 并且 永不录永地通知 并且 还有一份是公司法务部起草的律师函 明远 因程阳个人问题 造成了对公司 巨大经济及名誉的损失 现公司决定 对设计师程阳 追究法律责任 好 明轩 我知道你爱惜人才 但一个人除了才华 还要兼具德行 我也是没有办法 如果你没有异议的话 这件事情就告一段落了 还有 我已经通知了相关部门 一会儿会送程阳 去调查审讯 这是我们想看到的吗 不是 但这是可以给股东们的交代 盛哥 莫菲来了 我找到新的证据了 但也是啊 这男人不喝多 我们哪有机会呀 那天晚上喝完酒之后 就剩下我和东东两个人 我把东东给哄回家了 直接我送她回酒店 她一上出租车之后 直接不省人事 就因为这个原因我要服务她 口红不小心蹭到她衣服上了 她女朋友米多多就以为 我们两个人卖鼓掌了 直接闹到公司 这是非法监禁 我可以告你们的 手机 你冷不冷把手机给我 手机给我 我们全都给我手机 我们也是公司工夫 夏总 您好 你们先出去吧 是 真是非法监禁 我可以告你们的知道吗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帮白小曼做事的 夏总监 您怕是有什么误会吧 我跟白小曼是大学同学 可是还没有说到这种程度 是公司对你不好 还是我对你不够好啊 你为什么要把设计图给白小曼 这设计图是从程阳那边留出去的 这设计图是从程阳那边留出去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连ID都没有怎么偷 昨天莫菲见得像傻子一样的 过来质疑我 问我是不是把设计图纸给了你们海洋 你说她无凭无据的 夏总监 夏总监 不自取取我了吗 您您我给您解释 这 我错了 我 你给我个机会我可以弥补它 你怎么弥补啊 公司因为你的行为损失了多少钱 造成了多大的负面影响你知道吗 你要弥补 恐怕你要赔到倾家荡产老无所依 只要您能放过我 我就去公司免费上班都没关系的 只要您不把我交给警察我什么招都行 我告诉你 就算十个你给公司白打工 做到死也弥补不了 夏总监 我真的错了 我真的错了 夏总监 求求你了 我爸妈身体都不太好 他们一直都在乡下 那么什么我都不懂 只要您能够放过我 您让我做什么都行 真的 夏总监 我真的都是我一时糊涂我又听白小曼的话 你先起来 我被他骗的 我不应该那么送我让公司损失了他们 我问你 要是公司跟海耀打官司 你会站出来指正白小曼吗 会 我一定会 我会把公司把所有东西都追回来 你会告诉别人是白小曼抄袭了我们公司的作品 你 好 我知道了 夏总监 那他怎么办 让他先哭个够 然后去收集部收拾东西 再到人事部办离职手续 好 我都给他做一个 你去找我们 你去找他 那是他 他找他 你去找他 你去找他 他找他 你去找他 他找他 你去找他 他找他 他找他 但是我们是不是要看看她的品行啊 她既然做出了这么龌龊的事情 给公司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 她就必须要承担这个责任 你也知道 沈佳希她就是一个无名小卒 她的背后是海耀 实际得到利益的人是白小曼 我们为什么要拿沈佳希开刀呢 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是海耀不是她 开除一个沈佳希很容易 如果不揪出她背后的人 这个隐患依然存在啊 你以为我会放到白小曼的 这是现在我们要忙发布会的事情 等发布会结束了以后 我会慢慢地找到三账 所以说之前你跟雪凌约定好了三天之约 看来当时很有自信啊 没有 但是赌气 那你不怕她给你开掉啊 可是我更害怕的是 明知道有人被冤枉了 我还是选择沉默 随波逐流 我不愿意成为那样的人 我怎么感觉你这花里又花呢 没有啊 你是不是在变相说我呢 你是不是在变相说我呢 我要说你的话我就会直说的 要不要跟我讲讲 有时怎么找到证据的呢 因为设计图丢失的那天和陈阳喝多的那天是一天 而那天只有沈佳希跟她在一起 我当时就直接去问了沈佳希 可她失口否认了 可我总觉得事情不太对劲 所以就让陆珠偷偷地跟踪她 结果她真的和白小曼见面了 别人去餐的时候都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 她可不 她恨不得直接钻进酒缸里去 但也是啊 这男人不喝多 我们哪有机会呀 那天晚上喝完酒之后 就剩下我和冬冬两杯了 所以 你打算怎么处理她 怎么了 就是 佳希她是我很多年的朋友 其实她本质是不坏的 只是因为一些原因走上了些了 所以你可不可以再给她一次机会呀 你呀 你就是心太软了 你这道规矩 她是看得见的 但是人心是看不见的 我们做企业 我每一天遇到一百件事情 我都要处理 每个人有不同的做法 有的时候甚至我觉得 他们这种做法很奇怪 我不知道她心里怎么想的 但是唯一能制约的是什么呢 是规矩 还有公司制度 要不然你说这个社会当中 我们要法律做什么呢 佳希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做 为什么 你不清楚 自从进了明远之后 我发现 我们俩的关系 越来越疏远了 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让你处处地针对我 你一进明远 凭什么你就可以直接成为 程燕的助手 而我还是能做一个 默默默的小兵 没有任何一个人重视我 我做得也不比别人少 所以我投靠白小曼 不仅仅只是因为钱 所以你从来 都没有把我当朋友 我说 看在你说我们是朋友的份上 我就再告诉你的明明 我说是否 我可以在家里面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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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后 你会 我看你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吃早餐了 程老师 你终于回来了 我们都想死你了 给 谢谢 我也想死你了 程老师啊 我一开始都说你清白的 但是没有人相信我 搞了我们团队啊 都没有主信鼓 我算什么主信鼓 作品是大家的心血 工作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程老师 其实我打心底里 也希望这件事不是你做的 我们工作了那么久 我不应该质疑您的人品 其实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如果不是因为 我没有保管好账号 公司不会遭受这么大的损失 大家也不用反复在赶工吧 好了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 齐心协力做出新的衣服来 来弥补公司的损失 是不是啊 是 对 我们要好好做设计 一定要做出比水色更好的作品 大家说好不好 好 让我们功夫难关 加油 你别发现了 都怪莫菲 找人跟踪我 偷拍了我们吃饭的视频 然后呢 他们先要告你吗 没有 没有 发生这么大的事 他就这么轻易放过你了 他们让我答应 说是你指示我干的 这样子就可以对我既往不咎了 你同意了 小曼 这些都是缓兵之计 我要是不这么说的话 他们怎么可能放我出来呢 再说了 你对我这么好 我怎么可能会恩将仇报呢 现在只有你最懂我 我也是最依靠你的 你放心 只要我在海耀待的一天 我就绝对会收获入屏的 我就知道佳希你最好了 咱俩关系这么好是吧 刘蕊 刘蕊 在 白总 你等一会儿带沈小姐 去办一下入职手续 然后直接任命她为设计师组长 以后但凡设计上的问题 她都有权参与讨论 听到了吗 好 知道了 小曼 谢谢你 我一定会好好表现 好好努力的 你的能力我知道的 只是 如果以后再有人问到这事 你放心 就算他们打死我 我也不会把你攻出去 嗯 你怎么还没走啊 你还没走呢 我怎么走啊 而且现在设计部的人都没走 加班呢 全部啊 对啊 全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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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轩哥 像不震的啊 咱们公司的设计师 跟其他公司的设计师比起来 真的太偏了 这回你终于能安心休息了吧 今天早上帮我去找一下保护 跟他们收一些参考一下之前 咱们跟所有合作商的合同 弥补这些赔偿 还有 咱们工厂的围款稍微压抑啊 等咱们的发布会结束了之后 再付围款 一定要跟人家解释清楚 是为了避免双方不标的损失 还有最后一步 你可以下班了 好 要玩这样吧 您忙完了我再这样送您 你陪我加班通宵 不是 您不退子一下 我给你最后三个月多月 我给你一个人 这个瑟露给你 我给你个手 我可以用这个手 我给你摆成了 我给你个手 你给你把手 我给你摆成了 你给你摆成了 我觉得 我们只考虑了面料 在画面中远紧的层次 可是没有考虑静静 而且我们今天用了绘画的这个技法 就应该坚持到底 考虑到时间和成本 我们再重新擀面料再擀工 困难太大了 要不然 要不然什么 说呀 要不然加一些丁珠装饰在上面 现在整件衣服都太素雅了 如果加一些有层次的俗绣的话 效果会不会更好 丁珠会不会太繁杂了 图案怎么卷 我觉得珠绣的效果很好 但是我建议可以在外面加上水晶沙照衫 因为多了一层朦胧的沙感 会让原来比较强烈的泼沫效果 显得柔和一些 而且水晶沙的材质有一些反光 能让整件衣服 显得低调又华丽 水晶沙虽然是透明的 但这也像是山水画当中的云雾 而且在行走之间 前景就像是印了一串画一样 被风吹起来 这一说的话 竟然屏蔽了一些诗意呢 这个想法是很好 但是 陈阳 你在图案上的选择 确实应该好好想想 如果整体用蓝紫色系的竹子 图案既要有层次又要文雅 一般的花鸟愚蠢可不行 陈阳 陈怎么样 陈 会不会太复杂了 因为复杂才不会有人愿意做 工艺繁琐 才不会有人愿意模仿 多旁壁画的九色陈 有神话色彩的寓意 再加上我们的苏绣 在阳光下会闪闪发光 这不刚好符合九色录的形象吗 还有它录角的层次 你们觉得呢 可以先试试 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希望能够 Organ的嘴尾 刚刚谢谢你啊 帮我们解决了一个 很大的麻烦 我并不是在帮你 新装早一天完成 就能早一天知足 明轩也不用请示难安了 所以我是在帮她 在帮公司 不管你帮谁 该说谢谢 我一定会说的 哪怕别人不领你的情 我只求做到问心无愧 行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